太阳高高挂 路上行人全副物妆 阳傘墨镜还不够 加上扇子扇不停 今天整个高湾还是相当的高 在桃园以北 苗栗 台中 云林 以及南高坪 花东重谷 这12个县市 仍然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 发生的一个情形 所以气象局也发布了高温资讯 虽然太平洋高压少少减弱 但全台还是一片红通通 犹如一颗烤番薯 根据统计7月1号到9号 有274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 已经超过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 而且通计2023上半年将近千人热伤害 创下三年来新高 还有周高龄长辈因为热伤害就诊 也是去年同期就医人次的1.2倍 还有医师观察 今年中暑病患多了2到3成 先帮他把体温给稍微降低 所以说带到一个完全阴凉的环境 有冷气的地方 给他做降温是相当的重要 当然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帮他把水分给补充起来 紧急降温法一定要知道 可以先向患者喷水 再透过山峰 垂电风扇等模拟的排汗方法 让水汽带走体表温度 最重要的还是快点就医持续补充水分 华语新闻有部志黄萱萱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